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是 今個月的三月份的星期三 我們有古領袖Tony在這裡調一調個位 好 那我建議有觀眾都分享了 我們Facebook上面的直播片段 多謝你 那你都可以留意我們那個開戶優惠 那我們花一點時間說一下 因為我都留意到不少觀眾 只是註冊了成為Usmart的用戶 就未成為他們的證券的帳戶 所以未能夠得到我們優惠 而且有些優惠都即將到期 所以都要花一點點時間 容許我可以說一下 趁雖然就已經開了市 那我們這個節目開始 先看和Usmart方面的開戶合作 當中的優惠包括營生活動優惠 這個是有價值現金700元左右 另外還有他們因為要做用戶的時候 其實都下載了他們的app 我提供了這個股市大數據分析服務 沒有細節一個月 這個價值是500多元 那當中呢 其實我都試用過 除了看到一般的報價之外 資金流向 連同獻身工具 包括我們平時都會留意 那些牛熊症街貨的分佈是怎樣 在app上面都會提供到的 還有一些即時新聞 我見周北市都有一些觀眾 就問 為何你們的資訊可以這麼快 給我看的 那其實呢 當然啦 我們在各大 很多不同 或者自己是尋找回來的 但是呢 他們的usmart的app 都會有一些即時 新聞 就會是放送給他們的用戶 好 然後呢 還有這個iMedi的網上醫療平台 免費會值一年 這裡都價值700元 那我想說呢 就是到期的優惠 就是他們的usmart兩周年的例如 那這裡呢 應該就去到今天星期三 去到明天而已 星期四 那星期五就沒有了 那去到明天而已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兩股的高露結 那現在如果大家又玩開這個 美股 那特別現在可能是一些 傳統啊 一些舊經濟的股份 啟動的時候 會不會都留意一下高露結呢 那這裡都可以留意的 那記住 這個兩股的高露結 就只是去到明天而已 星期四 那就是 過了星期四 星期五就完結了 那我們這裡那個 那個的Banner都會更新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不過我們可以保留著 就是有六股的小米 就是來到 但是呢 都不要忘記 六股小米 不是我們這裡長造長有的優惠 去到三月十六號而已 那所以呢 都把握著的機會 就是你成功做到 他們的證券用戶 才可以有六股的小米 和這個兩個高露結 那美股呢 就是一輩子免用 而港股就是免這個平台費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想花點時間呢 因為我留意到 就是我看回一些的 數據分析 當然我看不到大家的 那些 用戶 自己的私隱資料 就是看一些數據分析 數據這些 這些字眼 就是 你們只是做了註冊用戶 因為數據我們這個 Clear Out Code的二維碼 Banner上面 畫面上面這個 另外呢 其實無論你看Facebook也好 看YouTube也好 都會有一個開戶連結 在你按標題 就有一個文字描述的 那裡面呢 就有一個開戶連結 那按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去到一個 Usemark的版面 那裡是會 立刻看到 叫你註冊成為用戶 那樣是不夠的 你要註冊完之後 滾下一點 那有一個iOS 又或者Android的連接系統 那我按進去 就是下載他們的 那個型納證券 Usemark的APP 那你不要走到Apple Store 或者不要走到Google Play 那裡下載 那是沒有這些優惠的 一定要是經我們開戶連結 或者經我們的 QR Code二維碼的網頁 下載型納證券的APP 那就可以才能做到他們的用戶 那因為開戶 然後呢 就不是說 下載了那個APP 不是的 下載完APP之後 都看看他們的APP 在下面 下面的位置 應該大約是 右下角 有個開戶的字眼 按進去 填上相關的資料 審核批准之後 真的可以去到 作為買賣 這樣的時候 才叫做成功開戶 即不是叫你立刻 開戶買股票 而是他們真的審批了 你真的有一個證券的帳戶 才會送六股的小米 還有兩股高露結 詳細太多一些條款 大家都不妨有興趣的 可以按進去我們文字描述 看看相關的條款 因為我都不想再花太多時間說 太多了 如果叫我讀出來 應該讀完整個小時的節目 現在環球的息口 究竟是怎樣呢 我感覺上有些混亂 從昨天的股市比較的話 中美也是 不過先講一下外圍 因為郭樹清 即是銀保監主席都說到 海外方面的金融泡沫 就是會引到他們國內市場 不過 本來待會再講這個 不過不要緊 因為怎樣引導化呢 因為現在環球的息口都是升 即債息 雖然我們經常說過美國 但其實前一陣子 連歐洲 連日本 現在又回到負利率 都曾經變過淨利率的 十年期的債 然後澳洲 所以環球都有一個息口的催升狀況 他就這樣形容 海外的金融出現一個泡沫 這個泡沫論 甚至會影響國內的 他又回報它 不過外資的情況又不算是很多 所以影響不是很熱烈的 但其實環球的息口聲 對於他們的息口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這裡來 就是這句 估計貸款利率回升論 令到昨天A股 某程度上 都是這麼大的跌幅 大家就在想 哇 是不是這個時候 來調整貨幣政策 好 這句說話出來之後 收視之後 去到昨天 我留意到黃昏的時候 彭拜新聞 即是內地其中一個媒體 已經立即衝出來 其實這個言論不是口頭加息 即他們說的口頭加息 即我們理解了 就是聯署局那裡開會 就說加息 不是這種的 他說只是一些 例如是財政貼息那些的政策 因為接下來要逐步退出 漸進這樣 漸退 所以令到一些的前期貸款 才是有個回升的狀況 但一後其實不少的媒體 都出來說 甚至總之的勸宣都出來護航 那這裏可不可以平息大家 對於息口上升 會不會是出現加息周期的憂慮呢 Tony 我想長遠來說都一定會的 尤其是你見到經濟上面 大家都已經有個通脹的預期 即我們之前說的都不止內地 我想外圍 即美國方面都有這個困難在這裏 那其實外圍不同的經濟體系裏面 現在都面臨著一個兩難 就是我又要希望繼續放水去刺激經濟 但是一路當泵水的時候 大家再後期少少的一個通脹預期 就必然在這裏 那所以你看到 譬如這個近來 即這一個多兩個星期 就是債息一下子扯高了 其實都某程度上是反映著這件事 那所以其實外圍的一些經濟體系 都已經面對著一個這樣的兩難 那如果我們回到內地那邊去看 其實這個情況就更加之難 因為你說去年內地 都是唯一一個有正GDP 有增長的國家 那所以如果你說人仔等等這些 那麼強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已經反映著 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都已經開始說 就是說 咦內地是不是開始 似乎是比其他的經濟體系 是更加早收水呢 那所以其實你見回 之前人行的顧問啊 馬進啊那些又已經開始是說 其實就是過年前後 都很多這些類似的言論的 那話雖如此 但是我覺得好像你說 暫時來看 都我覺得都似乎是走向 好像中正部所說的 就是說 可能又說有一個定向降準的消息 傳出來 那所以你說 如果你看這些 大家一路在那裡出口術 或者放風出來的時候 暫時來講 我都認同的 就是說 那個流動性 那個寬鬆上面 暫時都不是說 怎樣太大改變著 就是 可能他們都暫時都要看 少少的形勢先這樣 就是萬一 就是有些什麼 那個經濟刺激上面 暫時都是做不好的話 那就是那個 首尾都挺長的 就是尤其是之前 內地有一個 08年4190市方案 那個經驗之後 就是很多方面 一開始見到 那一有少少的勢頭不對勁 其實你看到 那個調控上面 就馬上出來了 那我想暫時 昨天郭樹清所說 都是有少少叫做 提前一步 給一個預期大家 或者叫做 控制大家的預期 那所以你看 除了你說 昨天那個貸款利率 也都說到 內房那個風險 等等這些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都是 就是給市場所預期的時間 更加早一步 去做一些調控 控制大家的預期 那所以我想暫時來講 就真的確實 你說看回Shyber 或者怎樣的 都沒有說 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敏感的程度出現 暫時都我覺得 都是 好像內地所說 一向都是以穩定為主 暫時都是先平穩 反而 美國方面 那個息口 反而我覺得 暫時來說 都是屬於一些 比較短期的 牛肉鬥鬥 那些調整 但是你說 未來會不會再扯高 其實我都相信 幾大機會會繼續扯高 反而那件事 我覺得大家可能 那個重點 看多一點點 在美國十年期債息 可能會更加有啟示 好 我們稍後再逐步研究 我想說多一句 就是剛才 Tony也很好的 他提到 我們其實有營光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中正部 這三個字 他們的大影響程度 要擺頭版 即是將昨天這個 估計貸款利率回聲論 就是派定心院給大家 三月份整個流動性 都預期是寬鬆 就不會怎樣改變 定向降準 這件事 他們都有解釋 就是之前是有市場預期 落空了 這個預期來自些什麼 就是想著過年之後 那麼大部分的資金證回籠 會不會都做回一些事情 但是沒有 所以現在是很慢 每天都是一百億 二百億這樣做益回籠 所以他現在 不過適時會做這件事 定向降準 似乎又給予一個預期 又給予一個希望給大家 即是明明他的行動上 是好像 堵穿了大家的希望 落空了 然後現在又重新給予一個希望 但市場要受落才行 暫時看到 就是今早早的A股方面 比較反覆一點 下一次 今早早是偏遠過的 但是現在呢 上證又再咬腰上回來 輕就升9點 那事關今早早他開市那一刻 開在3500點 那是低開差不多7點左右 那現在就咬腰上回來 其餘那些 我想看看創業板 創業板指數其實很受外圍那邊的動作 影響著 因為昨晚其實納指都跌得比較大 暫時在創業板指數都跌幅 是14點左右 有0.4% 好 那這裏會不會是 給多了個希望 那暫時市場 現在都 回升算不算受落呢 但是現在慢慢這樣升上去 是 暫時來看 我覺得都叫做 同意的 問題是 因為其實大家在說 譬如今日以為例 本身說有100億 今天大幼 到完期之後 又沒有特別投放 所謂一個 零投放零回籠的一個狀態 今天比較中性一點 但是 也有一些評論 其實講到 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要保持了中性呢 就是因為之前農曆年 我們過往見面 就是因為農曆新年期間 大家要應對資金面的需求 可能會有更多的投放 少少的放水 但是因為今年的情況比較特別 大家都是就地過年 所以其實反而資金的需求 既然都不是很大的時候 你看到農曆假之前 我們那個春節假之前 又不是說很大的投放 有少少 但是很輕量 所以到現在農曆年假過後 你看到整體來說 那個趨勢都是平穩 暫時都沒有太大的變動 那個改變 但是你說接下來 還有一些 一些不同的日期 一些的情況 現在就說 正在問一個市場上面 就是問詢的一個階段 看看市場的需求是怎樣 但是我想暫時來說 都是平穩為主 都是回應剛才我們所說 就是內地一定是 所有東西都最重要是穩的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是不是就是說 一下子會有這麼快的轉變呢 那我暫時又相信是沒有這麼快 好 那當中 都要留意外圍的那個 的息口走向 剛才Tony 其實很特別 要提示大家 雖然就是現在的美國 十年期債息 就好像點了月 即這幾天 好像在1.4 左右附近 都陪回住 又好像回又會不下 但是又好像升不上去 但是不要以為這個風險 就是對於股市的風險 是完全解除了 其實都 因為這個禮拜 密集是聯署局官員 都會出來說話 接下來又會有聯署局學皮書出來 就是對於經濟的情況 是怎樣去演繹呢 那這兩天 其實聯署局官員 都是護航的 我們有個圖 都是針對著有關那個通脹 的言論 其中 連續兩天都有說過 前日和昨晚都有說過 就是布雷納德 他就是有永久的投票權 其實對上一天 他就說 可能是有個金融改革 包括就是評估了 美國的國債市場之外 今次他再說 就是關注到 債息持續上升的問題 沒錯 持續上升 的確會拖慢著 經濟復甦進度 企業都未搞定 現在才剛剛說經濟重啟 Apple那些 才重開 美國那些店舖 繼續為大家 派定心員 說通脹升溫 現在只是屬於短期的現象 不足以令到局方 即聯署局 調整貨幣政策 另一位就是戴利 他就說 因為 為何他會說 不認同紓困措施令通脹急性 因為過往有些評論 就說 你新的紓困措施 放那麼多財政政策出來 都會令到通脹急性 其中一個原因 他就否認這件事 不是的 他就說實質 他們看通脹 還有好一段時間 都才達到局方兩個重點的目標 因為 現在十年期的債息升 還有之前的 Break Even 預測的通脹 都會去到兩年多三的水平 都是市場的操作 而他看的數據 是未達到這個水平 好了 這裡似乎有些效 但其實我們上個星期 曾經測試過鮑威爾 他都說過 都好像有效幾個小時 然後再飆上去 所以這裏真的 因為今個星期尾 就有霸華爾再出來說 真的 我不知道他們下一場的開會 會是怎樣 還是現在他們這些動作 有些效 因為其他地方 例如日本 澳洲 現在是加碼 他會不會都要這樣做 暫時 外圍再複雜一點 澳洲之前的債 他出來 其實都不是很禁止息率 我想美國上面 好像剛才Yumi所說的 我想都是一貫保持那些言論 都是繼續無限量 back up 或者什麼 你見到好像上個星期 白威爾都已經出來說 威爾是小了一天 但是現在就叫做 大家都按住了一點點 因為始終我想 那個十年期的債息上面 一下子真的斜得太高了 尤其是近一個月裏面 都不夠一堆 挨近0.8、0.9度 一下子上到最高1.6多 我想現在就叫做 短暫地會平穩一點點 但是我想 大家都在預期一件事 就是 似乎是對抗這個通脹 或者壓低這個息率上面 政府似乎不是很做到事 甚至一說完這句話 之後第二天 有些的報導 我都不太記得哪一道 甚至覺得聯署局up 就是你一天沒有實際的行動上面去做 說加大譬如說買債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我都不信聯署局會做得到 就是等等這件事 所以我想暫時現在整個市場的氛圍 都是圍繞這件事為主 所以我想你 雖然你說通脹那件事 大家都已經叫做幾件事去看 譬如你說最新 一萬九千億那個經濟刺激方案上面 你說針對著最低工資 又要剔除了 那你說會不會那個工資上面 就有希望可以控制到那個通常的預期 那也都傳說會不會做這個所謂的扭曲操作 那但是暫時 似乎市場覺得那個做的可能性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大 即買長債沽短債 是的 這樣暫時又 就是希望保住 好像布雷納德所講 就是希望保住那個經濟復甦的步伐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呢 市場暫時來說 又不覺得會做得去哪裡 不會做著的 是的 那就是很多件事 那你之前看見 鮑威爾都在說 就是最近你說某程度 一些價格的升幅 純粹都是因為 可能你說因為疫情 停工停產 甚至他在說 譬如你說電動車加價 或者怎樣的 可能因為 缺芯片的因素 他說通脹本身 本身都是說 連覆一年都有一個加價的 才是叫通脹 所以現在都不算是通脹 也有這些言論去幫大家叫降下溫 但是似乎市場暫時來說 我覺得都是 你說按住1.4附近 那好像叫有效 但如果你理論上 真是叫一個有效的話 可能那個下渦的幅度 其實是再多些 因為其實現在的商品是升了 那就是怕著 傳到下去下游 通脹形成 是啊 所以也都是因為 為什麼其中一個商品會升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這次見到 債息上完之後 其實有個美匯指數 我們好像上個禮拜也有說到 就是其實基本上 是沒有跟著升的 就是理論上如果你說 這幾天很厲害的了 去到91 但是回了一些 又回了一些 不算說真的很厲害 過往你債息一上 那些債價跌了的時候 理論上 那些錢真的回到債市 或者美元指數 應該同步跟著升 就是大家換美金 因為要 但是這次見不到 所以那些錢就去了別處 就是你看到 同期就是一些的 比特幣 或者其他商品 甚至一些真的比較 傳統經濟少少的 一些股份 全部都是升的 那所以我想 這件事暫時 其實也都 某程度上 是否叫聯儲局方面 或者美國方面 真的可以按得到 暫時又不算很有效 所以我覺得暫時 你說現在1.4 可能多走一層 其實之後再上的機會 其實都挺大的 所以你說一些比較高估值 新經濟類的那些 之前大家看到 一升上去那一刻 那個估值上面 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可能都會再有一層 你那一層 一會兒問一下 你的心路歷程 最近應該都要看得比較實 還有我覺得 這班人說的話 的言論 對於市場的波動性 有沒有昨天 波叔的波動性 那麼大 他簡直可以贏了環球的官員 就是猜不到 我不知道 昨天也是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9點4到10點4 10點4 那時候 10點多了 有一個異動 然後就完了 就是這件事 所以 我不知道 這一刻 我們猜不到之後 會有些甚麼人出來說話 不過這些 猜不到 即是他再次 就是說 未來也不排除 會是 再上條 這個股票引發水 不過現在沒有 但是市場已經有很大的反應 你應該都去網實著 昨天這件事 沒錯 我想 10點多 除了這個消息之外 內地又 在那時候 又剛好 跌多了 所以又 扯了港股下來 其實 我想 始終有個陰謀 我想 大家理性上都知道 實際 尤其是對於我們一般投資者 其實那個實質的金額 又不算很大影響 其實十萬元 都是給多幾十元 其實都是 但是我想是那個心理的原因 或者一個情緒上面大於一切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除了昨天再說 進一步去提升那個印花稅之外 之前也都曾經說過 會不會去開徵這個資產增值稅 其實這個影響來講 應該就更加大的 即是我們如果你說炒股賺錢的話 其實中間有一部分要給他 即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那個影響更加大 但你看到港那一刻 市場又未有什麼特別 太大恐慌 好像那天一說 加印花稅那時跌九百點那種 所以我想暫時市場裏 都要慢慢去消化 所以這件事情 希望今天升近三百多點 他就好地地 起碼保住這幾百點 很難說 因為 昨天本身都是升得好地地 躲近三百點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A股又去到十點多之後 才真正動 真正做那個 未來的方向 現在都猜猜一下 所以 我不知道 不肯定這三百多點 希望能否保護到幼苗 即是不要那麼快 握殺了他 因為昨天很害怕 昨天的低位 28957 是穿了他講的那一刻 這個他講的那一刻 即是 那時是GAP DOWN 看看 是不是這個 是26號 28980 穿了 嗯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幼苗 可以在 退下一步 這個區域裏 是不是真的可以絕創成長 都有誠意 還有現在很難玩 即是你看陰陽足這樣分佈 完全不知想怎樣 即是是 DOWN TREND 但是呢 又好像有一些消息 托著托著 這樣 是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你說 是不是這麼快要去 撈底也好 入市也好 怎樣也好 我就暫時都是比較觀望 甚至他彈的那些 我覺得假的 是不是假的不知道 總之 我暫時真的比較保守一些 是的 如果你說 我想真的要去沽的 或者是沒什麼信心 或者那個持貨能力 真的偏弱一點 我想要走的 其實你開始都要 真的要想一下 即是 現在想其實都已經遲了 其實都 但是 起碼這一段時間 你有執下的倉 起碼都叫好過沒有 即是我想你 尤其是之前一些熱炒 一些的板塊 即是我不知道大家 一些的板塊入面 可能是在講很多雜不甩的東西 或者純粹駁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這些 起碼叫做第一件事 要減一減榜先 即是這件事 我想大家要比較輕生去上腦 我想現在 即是撇除了那些股票 大家仍然放在倉上 繼續拿著那堆 即是你說在捱价那些 沒有話可說 但是你說 真是本身你是自己自願地去拿 或者是更加有錢賺那些 你繼續保持在那裡 都是你很清楚 或者你很有信念 或者你很看好 未來的那個增長的 或者未來的那個 即是整個行業的前景 即是我始終相信 在債息上面 雖然你說短暫是有影響 但是你說 真正一些的 你說股王 或者那個股價 未來都是慢慢增長的 其實有這樣的能力 去橫跨了整個不同的經濟周期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去年最差的時間 都已經過了 你說未來 很難相信 譬如你說騰訊為例 即是去年疫情的時候 你見到大家 覺得它是摘經濟於是聲 但是你說現在到疫情 都稍為退卻 全球的確診國都在下降 你有沒有見騰訊 說那些遊戲完全是不行 都沒有什麼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些 真是比較優質一點 這些股票 它是絕對是有能力 亦是proven了 它是有能力橫跨了 即是好景不好景 即是現在 你見到遊戲上面 好像大家又不是好看 雖然都會講 但是你說 咦似乎它下一個增長的亮點 大家又放在 它那個短視頻上面 會不會好些 廣告上面會不會好些 這些就是經濟好景的時候 大家只不過可能 那個焦點 放在不同的地方 但這件事就是 你對於公司的業務 要很有信念 你覺得它真的 很有前景 你才繼續保持 甚至你現在去決定 做一個入市的時候 即是大前頭 我覺得這件事 一定要很清楚 告訴大家 現在的事 首則的話 我覺得現階段 都是一動不如一靜 他的意思 叫大家 可以想一下 怎樣 撿個倉 現在是想 你不要做事 不要以為 一一升 好好的好的 我經常都想一下 我的做法 就是彈的時候 可能會減少一些 但到 因為經常的問題 都是說 跌很多 當跌幾百點 下來跌成四百多點 的人就會問 沽不沽好 但這一下沽很蝕 我經常覺得 當然 你如果真的覺得 是走一個down trend 當中都有些死貓彈 趁那些機會去沽貨 我是這樣的思維 Tony 你覺得 真的如果要減榜的話 我也覺得是的 你永遠都是逢高就減 當然是 沒理由 蝕住 星期三 由頭沽到尾 那些時候 才走去斬 當然 你說真的很重貨 迫不得已 在那些時間 馬上加大 現金的比例 這些就沒得好說 但是 正常的情況下 當然希望 它的價格 起碼要彈好一點 才沽 所以 如果真的要 現在你又要暴處定 萬一 看下一個大位 似乎 可能你說當二萬九 那哪些你會先打 那就算 你說想有些股票 我繼續真的長遠去看好的 都可能在 譬如你可能有十手 可能走著少少先 盡量都加回你 那個現金的比例先 就是我想 現在只能夠告訴大家 那個操作上就是這樣 就是我想 大方向上 我覺得 可能現在所謂的一個 股值的下調 或者一個目標價的下調 但是不等於說 那些股票 完全是沒有前景 沒有增長的 所以我覺得 但是你說要好像去年 可能你說 以倍計 三四十分的升幅 去到今年 如果大家真的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通脹的預期 或者你見那些 傳統股份 是當道的話 那其實那些資金 去了那邊 就難些會做就這件事 但是你說 比較合理一個 你說根灘那個業績的增長 可能有兩成左右的一個升幅 那我覺得 仍然都交到功課 就是去年年尾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 就是預了今年 新經濟股 就是經過完2020年 這麼亮麗 就是之後 這件事很難說 是一個這麼高的基屬去持續的 所以就算你說 不是一個債息的事件 他們本身都牛了 相信都沒有這麼聰明 OK 好 那看著這批 剛才你說 不是說 一些高股值 科技股 對於債息的敏感度 相當之高 就是可能還有風險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 這批都是你那一批 那你自己本身都是 當然有某部份 你是比較低位的 那些人就不用怕 但是其實不排除 很多人就是以騰訊為例 那這裏都會是追究的 那部署上又怎樣呢 騰訊其實 如果你說真的要選一隻新經濟 最穩陣 最明確性 最高的話 我想騰訊都當之無愧 我想 例如昨天 高盛又出了一份報告 就看得超級好 之前麥格里 都已經被人覺得瘋了 現在高盛又更加覺得瘋了 就是929元 但其實 他所說的900多元 我想都不是說 2021年的目標價 首先大家要 詳細看一份報告去知道 其實他講的是 2023年 那個遊戲的市場 去到2200億的美金 而騰訊的市場 有機會是提高的 拿多些份額的 就是它是基於這個前設 所以給了900多元 但是你說去到目前來說 704元這個位置 你問我 騰訊其實就 所謂的一個潛在的價值 那個釋放的位置 其實就還未到的 你問我就 我仍然覺得704 是還有水位去升的 就是現價來說都繼續是便宜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要等到 就是中間 那個股價什麼時候去反應呢 或者中間 恆子貴 就是那個檢討上面 其實騰訊應該就是 最大的輸家 就是所謂的 那這些會不會 你說對於那個短期 那個股價都會繼續受壓 或者怎樣做呢 就是我覺得短期的波動一定有的 就是每天都開市 每天都會有升 因為是跌的而已 但是你說真的比較中線去看的 我不信一兩年後 騰訊那個股價會差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這樣的持貨能力 但是有沒有哪些 對你來說 是屬於危險的科技股 高股值 真是 你剛才說要想執倉 真是要在時候想想 我想如果你說真的 另外一個隱憂上面 可能是一堆沙士的股票 我看有觀眾都 K5都問2013是怎樣的 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 之前大家一月份 就是你回想一月份 大家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普團 大家那些北水不斷來買東西 針對這些沙士的股份 就追奉得很厲害 甚至如果你真的有心機 去看北水流入的時候 買了些什麼 你跟他們的持倉紀錄 如果大家看看CQ等等 其實你要看回 北水賣得最多 你說新經濟裡面很闊 除了一些比較電商型之外 其實跟著我想沙士的概念上面 北水很明顯是挺喜歡的 尤其是如果你說計算 CQ上面買貨的幅度 北水持股量的增加的幅度來講 就是2013是最高的 所以你說反過來 如果A股也好 或者我們自己港股這邊 那個股值真的要再打一個抵抗 這一堆的基金 就是剛剛建元倉 很諷刺的 就是剛剛建元倉 他們現在的取態是怎樣 就是全部都在捱價了 那他們是會照斬還是怎樣 如果真的會照斬 那就是說他們吸收得最多的那些 有機會就成為最大捱沽那堆 其實是怎麼轉 所以我想你 撇除8083最近有些私有化的動作 例如你說2013也好 268金碟也好 或者909明元運這些 你看到那個薩羅尼的幅度 比起其他新經濟股來講 是深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比較危險 你想減榜 或者還有錢賺 你想鎖定部分利潤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的其中一個板塊 就是一些沙士類的股票 好明白的 那這裏就是要減 另外一些高股值之前那些 餐飲那類呢 你都還有貨的嘛 那些呢 是 暫時來說我都還保持著的 就是海底撈那些 我還沒給你 那 他本身還是海底撈的股東 是 還有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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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個星期在討論 我慶祝他那隻股 入了藍籌股 我自己覺得很意外 那本人都很喜歡打那 我又沒有好意外的 我本身買的時候其中一個 盡在你的股算之中 沒有想過那麽快 但我可能是等待這個改革之後才進入的 本身預期著 暫時我都覺得OK的 雖然他說那個刑警 即是說九成那樣東西 但是 當中有兩億多 其實是那個回對的虧損 外匯的虧損 還有你看回 那條數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因為 本身海底撈那些新增的餐廳 即是新開張那些 其實都起碼要講三個月 才可以正式要開到 那都還未計劃 他真的正式去營運 那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看回去年他疫情那時候 其實第一季 基本上他還要是 那些餐廳是全部關閉的 那所以我想第二季 他開始回的時候 你才再打後三個月去計 其實應該是去年的第三季 去到中期至尾 才開始真是有些新增長的門店 或者怎樣的 才開始重新去投入 那所以為什麼你會見 就是他前期可能裝修 或者營運 那些 其實就一定是令到新開的門店 全數都是在虧 那所以這件事 我想對於他那個 為什麼說業績上面 都叫做 有一個這樣的營景 在那裡 但是事實上 你見回 就是 那個營景的消息出來了 就是 我們出了掩藍 然後才再出營景 但是你見出營景之後 其實那個價錢都不是很肯跌 或者我這樣說 就是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 看一些比較舊經濟的股份 去年都叫做還有錢賺 你先不說倒退多少 還有錢賺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 比較聰明的表現 所以我想 這件事我暫時都繼續保持 我覺得接下來的復甦 其實效應會很大 好 另外我見有觀眾 都會問一些科技相關的問題 咦 咦 先回答Cristine 她剛才Follow 700 718 高了兩手 那可不可以繼續保持住 剛才你說很有信心 那以你這個信心 但她高了700多 那些 都保持住吧 其實真的要看看 她的持貨能力是怎樣 兩手 我想前提 如果她真的比較中線 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 即是你捱得過 她最差之前 都去到六百多 六十多元左右 那你現在都叫她上來 但問題是說 如果你本身 你買這兩手的時候 你都想到很短線 想到她博藝 繼續破頂衝上去的話 那我覺得你倒不如 你就止蝕有了先 即是因為接下來 譬如當五月離開很快 其實五月 那個貴檢一再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些究竟 即現成的藍手 她的比重開始要調減 雖然她分五次慢慢劏你 但其實騰訊 因為她的比重一定是高於8% 現在 即是她理論上 一定是沽的 所以你說 接下來可能 那小小的時間 騰訊 可能會短暫地重上 即是希望市場可以 你說重上 挨近七八一十 或者去回家鄉那些 你真的先下車 即是你預期 接下來可能 可能騰訊 都是那個股價 可能是偏弱少少 也未必說這麼快 會好像之前那樣 又破頂 又成那種 OK 有觀眾 就是CCESS 她問這隻IGG 13.7買了 有沒有機會上回去 我想這隻就難些 因為之前 其實她夾著 2400一起去炒 因為兩邊有些合作的消息 但是我想最近 那個手遊股上面 是做得比較 叫做好少少 或者比之前來說 比較硬正一些 起碼都還叫做 站在高位上面 我想都還有少少 行業的憧憬 即是說 之前說那個平台分成 那樣東西 有機會那個 rate 是下降的 還有IGG 就應該是明天 就公佈業績 所以看一下 會不會有些什麼 的亮點在這裡 可以給大家 那如果你說真的 要博的 我想你博明天 如果你說那個業績上面 就是最近都幾多見光死的 就是968那些 你看出來 營起完之後 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價錢 都幾慘不忍道的 其實就 那看你自己 博不博業績 如果你不博的 就今天要走 好 那你說到968 那有幾位觀眾 都是問的 迪斯就問968 她就18個半有貨 跟著 Lisa Ho 就說她都有968 但是沒有說到 多少錢 那 因為等而且確 她那個業績完之後 昨天是大陰燭 這樣跌下來 那有貨的怎麼辦 因為真是很明顯的 一個單穿 你看到就算是 彈的那個高位 都是每方越下 是 那所以我想 如果你真是 對於 你說新能源長遠 沒有太大信念 或者持放能力 這件事 我想你都唯有 要忍痛指示先 那這件事 就是 你看過去 其實那幾隻 光復類的股票 其實通常都是碰到 五十天線有彈的 但是這次 其實五十天線 這件事全部是失手了 幾隻的走勢都是這樣 那所以我想 你預算了 短期來說一定是再偏弱一點 就是 968現在叫好一點 就是跌幅都收窄了 剛才挨近十五元邊 那我想這個都預期了 就是很多的消息 就是反映了 就是可能接下來 說真的 那個刑期之前 那個刑期已經出了 那你說 兩會博買了 那大家都知道 繼續說 炭達峰 炭中和這些 其實大家都一樣是知道 那所以那個估值上面 就一直都是偏高的 那現在你說 一些比較高股值類的股票 是全部是成為了一個 捱沽的對象的時候 這一堆就無可避免地 都是要捱价 那我覺得都 要些時間去消化 都可能要幾長 那所以 你真的叫做有貨 捱不住的 我覺得你就 倒不如現在先走了 都沒辦法了 這隻都要投降 OK 那所以就是要定回那個 止泄價位 好 那我們先談到這麼多 先去個休息 那因為現在移動的 有些賭股 有些新的消息 因為賭場 有些人說現在不用 那個核酸檢測 都可以入賭場 那裏 稍後還有些異動 我見到有人留意到 龍源跌 來跌很多 那其實連帶著金峰 金峰那裏有減詞消息 那我們稍後再談一下 MSC 對 每天的財經焦點 今天有很多消息 嘉賓的分析 你要退的了 你沒理由這樣保持著 當然還會解答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就挺熱的 星期一節 港股交替日 早上9點3 我有指尾和你開始休先看 大家好 我是投資材女 為何是投資材女 因為我覺得女人是會貶值的 所以很小時候開始就想著 看看怎樣可以 營養自己不同的興趣 自願成為一個真正的材女 當入了金融界之後 將這個才字 加上一個漂亮的貝殼 就變成一個材女 我覺得就好像投資材女這個名字 如果一個人是會貶值的話 就只有投資智慧這個東西 才不會貶值 所以我覺得投資是一件好玩的東西 投資內在 投資外在 投資一些生意 投資一些股票 甚至投資你自己一個 全人的個人成長 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最有滿足感的事 困難 真的有很多困難 我覺得做生意的時候 最重要是看你的眼光 而投資也是一樣 很考我自己對於那隻股票的眼光 夠不夠遠 我覺得看股票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可能對於那間公司的前景 感覺很好 但在那一刻 甚至是短期的幾個月 股價偏偏不升 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很考我自己心態的處理 但我覺得是開心的 因為越是投資 越是學習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投資股票 是要平靜你自己的心態 突然間好像個佛一樣 你就會覺得投資就開始如如得嘴了 如果說美股的話 我一定是首推Shopify 因為Shopify屬於SAAS類型的股票 而我剛才也說過 這個世代如果不投資科技的話 大家都是搭乘船 所以Shopify這隻股份 其實我一直都是非常看好 而且我還是每隔幾天就會炒一次 我覺得贏面非常大 所以可以推Shopify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關於不同類型的投資資訊 記得留意我在UPTV的直播節目 《投資場女商學院》 拜拜 全球首創全新晾眼3D技術 解除眼鏡速播 HMVOD 3D電影新體驗 一家品其實是在國內從事全屋家居定制的 好 回來節目時間 那一家品《投資資產》 二十大 бесп席 並花 interacted數 店中建財 現 原價 diameter11.8% 今早前升後跌6% 因為行業有並舊消息 A股有一隻叫天山 它們形容作蛇吞像 因為他買了好幾間的水泥企業資產 並整合重組 當中包括向中建財的毛企賣入水泥資產 甚至為何蛇吞醬 因為這個醬會發展到令到天生A股 令到它的量可以僅次於海螺成為第二大 這是相當之厲害的 之後有興趣再說 因為資源股下了新能源股身上 有些觀眾都提及到916發生甚麼事 我剛才找過未知的 但他朋友金峰有減遲消息 但其實剛才Tony看過 整批新能源股很多都是急錯下來 是 我想暫時來說 因為我剛才也找過少少 未必是好關事 但你說對於風電、光復的徵求意見稿 有一些行在預期的反應應該比較負面 又懷疑補貼一退波的時候 可能會加劇競爭等等 可能跟這些消息有關 但無論如何 我想整堆這些新能源的東西 就是因為大家之前都已經很興奮去炒了 或者市場上都在預期很厲害 所以我想反而令到現在 有些趁著因為這樣的跌市 或者市況不明朗的時候 都順手吃一吃糊 所以我想成福的版法來講 除了你說208 真的有些很個別的消息 這些減遲之外 我想成版那些未有特別原因 其實都比較危險些少少 就是無可否認地 所以如果你真的叫做已經在掌握的話 你都真的要想一想 是否怎樣去執一執 是不是要沽了它 或者怎樣 是 其實現在應該在行這個 就是兩會 這個禮拜就是開幕 都不停看著我們的媒體 炭中和 炭中和 都中到雲 所以 真的 這堆又是一個主題 是 是 如果是 不知為何會這樣 好像 你看農園 是洗倉式這樣下來 是 我想其實 因為你看回 其實它那個升的幅度 其實都真的幾誇張 大家不要忘記 你發電這些本身是很悶的行業 很悶的生意 譬如你看回其他的發電股 其實每年 真的要很少的情況下 很特殊的情況下 它才可能給到兩成 或者三成 或以上的一個盈利的增長 但是你看回那個股價上面 就是你 由去年的第三季開始 或者第四季開始 其實它本身都是說五元左右 一升就升了上去三倍多 就是我想這個的升幅上面 是令到市場上面 就是那個股值偏貴 所以我想你現在調整一點 我覺得都比較合理一些 但是你說 是不是現階段去搏 就現在我覺得 都不要這樣去摺刀 是啦 看著它都越跌越多 暫時跌幅 一成幾幾 其他那些資源類股份 剛才就 3323都順帶說一下 因為它都 大陰燭 原先好地地 就要為 有一宗交易 對於它 因為其實A股那隻是厲害的 是 但對於它來說 鍾建財是一些東西給人買 好 看看 今次這宗交易 就是鍾建財 旗下的子公司 跟天生 就是一個協定重組對價 看看 就發行股份給對方 這樣 預期今次的交易 鍾建財就說 不會錄得任何的損益 即賺又沒有 虧都沒有 整個交易完成之後 其實 鍾建財在天生的持股量 會有四成半 增加到八成七 而且透過天生 持有其他股權 他就說 因為鞏固中建財在行業領先上的地位 首先我們先整理一下 最初按照字面的標題去解釋 就是因為天生配股 中建財的資產 中建財入股下去 因為是一個對價 然後整個市值是超越海螺 跟河螺差不多 但為什麼中建財是跌的呢 暫時來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說錯 理論上應該是 因為他給了一些股票 中國建財 所以中國建財 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增持的壓度都很大 所以其實我想那個重點 就是中國建財 反而是 即本身他就把一些 他本身下面的資產 就叫間接持有了 即變成中間放了一陣 本身他自己直接擁有 現在中間放了一陣 就要透過天生去拿著 因為天生買完之後 但他又拿回天生 所以其實 那些東西都還在 只不過就透過天生去拿著 但我想 真的叫做比較有利 或者差太遠 就是天生 反而因為這樣 而令到消息 就是建財拼了他的股份 或者營購了他的股票 但當然大家 計算上面 就會覺得 應該天生上面 應該要 即市值要追回的話 應該就要14個漲停 才可以追回下面的資產的升幅 但是 都不知道 因為整個行業上面 其實暫時來說 因為那些人說 內地都說 就地過年 其實是有部份 一些建設的工程 其實是提早復工的 即是甚至今早都在說 咦似乎水泥那個旺季 應該是提早會來的 但是你看看 咦似乎那個價又 暫時都不似預期 所以我想 暫時先觀察著 即是我想整堆的東西 即是我想 唯獨是3323 它自己比較弱一點 即是你看看 譬如剛才所說的 海螺這些 又見不到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跌幅在那裡 所以我想暫時都先觀望一下 即是會不會有其他的消息 暫時未找到 到時可以之後再跟大家跟進 好 那我再補充 剛剛就看到一些 內地一些的 韓內的分析 我都補充 剛才我就應該說 今次這宗的併救 即是天山和中建塞 以及其他資產的併救之後 其實他們形容是神禮 因為超越了海螺 變成一個神禮 有個質疑 既然整個管理團隊都不變 經營模式都不變 其實中建財集團 是怎樣變出幾百億的市值出來的呢 看回天山在今次併救重組的方案裡面提到 那些資產 因為不單是中建財資產 有其他上來公司的資產估值 都是一些國際資產評估公司的評估所得 所以這裏都交到國務院那裏備案 這個交易完成之後 他都提出了一些上來熟料那些產量提升了多少 所以令到市值和產量都進一步提升 而且我想大家執著著那個蛇吞象的焦點 就是因為天山大多數的交易對價都是配股方式來做的話 其實當中涉及的真金白銀都是不超過四十億的 所以形成大家覺得蛇吞象這個現象出來 然後就說其實西北地區那個供需的關係緊張 天山本身的產能的利用率一直都不是很高 而去年只是四成三 那看回他這四間牽涉著中建財 這四間公司平均產能的利用率是達到七成四 所以整合了之後 而去提升產用量 所以很明顯是有利天山的 他們這樣解釋是這樣 所以就這樣解釋著 就是嘗試解釋著為什麼 就是在這單交易之後 中建廠的股價是下跌 而天山就是上升 就是嘗試用這個角度去解釋 但是天山其實都不是說升很多 縮緊了 似乎大家有另外一種看法 好另外其他資源股 然後我也有時間 Mabel就是問中海油 就說沒有貨在手 現階段可不可以進 我想你真的要去接駁這一堆 我暫時在這樣的市況下 我都不建議 就是一向我都其實 雖然你說 之前那一層是真的升得很厲害的 就是大家這樣抽上來 7元這樣流上升 但是這一堆 尤其是現在的市況 就是你這樣去接駁 我就不搞了 就是都看不平 它星期一 說真的叫退市之後 那個影響是怎樣 就是這件事 暫時都沒有太大感覺 沒有太大觀感 所以你問 純粹是那個風眼的位置 我就不接駁這些 還有現在 我帶前來就說 看不清楚我市機 所以 如果你想去追課入課 都看清楚基本面 剛剛就是Tony分析了 另外呢 有觀眾就是問DK 快手 1024 就想問的前景 那我們從那個 基本面 這一隻如果你說真的要看 我想 都沒有太大的基本面 因為 都是在虧錢 而且那個虧損 都是在擴大 但是我想你 真是去想的 就是 看看它會不會 真的有機會 染藍那樣東西 或者會不會 將這些 給這些股票 進去做成份股 如果你說會的時候 當然應該 接下來這一次 五月那次 應該還沒放到去 因為它就算 放寬了那個 限制 都應該要上市三個月 那它現在 就應該三個月去CUT 所以就應該 五月接下來那次沒有 但是你說 會不會再之後 那一次的貴檢 會放在販售呢 就是開始會 夠符合條件 符合資格的了 會不會放呢 我覺得這些 就屬於是 即是遲早都會進去的了 看看是幾時的意思 那 你看看會不會 把這件事 那些股票 其實這隻股票 我想 暫時來說 都是一些資金面 主導主 你說真的 基本因素上面 其實暫時又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了 它暫時那個 那個規算 都是跟它業務 而去擴大 那反而就沒見到 怎樣去 離開 或者找到一個 真是叫做 好得的商業模式 反而如果你說 之前大家都在說 會不會抖音都上來 或是怎樣 反而可能對於 快手來說 那個股價 可能會再弱一點點 就是有少許的競爭 但是因為暫時來說 你說短視頻的概念 就 1024大家叫做 最能夠去追得到 那所以我想就暫時 有個這樣的概念 在那裡頂住 OK 好 那這裏呢 所以你就覺得不宜沾手 看回看 其實刮國市 就越升越多 暫時升幅 超大到四百多點 從不上二十九千五百點以上的水平 賭股 金沙和銀魚 都是升最多的兩隻藍籌 我見有觀眾都問 追不追這二十七號好 L.O.C.就是這樣問 剛才我們所說 都有提過一下 因為那個刺激的消息 就是來自說 不用核酸檢測都可以進到賭場 即是他一直都有一些這樣的 最近也是 才是 開頭說內地全面通關 因為其實都是河北和石家莊 全面通關 進去澳門那裏 今天再加上這宗消息 其實是 你覺得短線還是一個 長線一點的操作呢 因為有人就想怎樣追負 暫時都是一些短線的刺激 其實這個就 暫時來看 因為你始終叫批准了 但是你說是不是這麼快 會令到那個人流上面復甦呢 其實這件事之後要看數據 但這件事其實就很明顯是 超級前去部署了 或者去炒定先的了 所以我想暫時來講 都是看回 當是一些比較短線的操作先 即就算你說上回去 尤其是看看他會不會 譬如說再叫尼多棍 配合著市房的 真是叫他靠近他之前的高位 80.3米 其實80.3米 之前在破頂的了 即是破了52周高位的了 如果你說真的靠近這些的話 即以這樣的市房 即剛才我們所預計的 似乎你擋了一個短線 你賺了幾% 你吃了這一棍 即比較就會安心一點 即這個東西 始終你代了一個袋 才是你自己 所以我就保守一點 我都暫時看 覺得是短線的操作先 OK 還有呢 都可以留意到 今天藍籌股分佈 升得比較多些的股份 都是集中在一些舊經濟股 除了就是一些賭股之外 先報報數 現在銀余升半成 接著金沙升幅 有6% 另外也升了聯通 升幅達到半成 接著就其他舊經濟 內銀股都發力 公行升半成 接著就939 升幅擴大到4% 連衝人手都行 國壽升幅超過3% 如果本地的 都行的就是 嘗試本地的地產股份 升幅達到2.4% 銀行 中銀 匯豐 有發債 暫時升幅2% 整批舊經濟股 你一直都好一點 新經濟股份 最後在節目時間 完結之前 有沒有什麼 你的心水 最近都升得很行考 我想真的 舊經濟上 可能會看回一些 其實本身都有一些 但可能股值上面 都叫偏貴那一堆 例如之前說 669 其實都是一些很工業的東西 但股值都是比較偏高一些 或者2313 其實都是很舊經濟的東西 做紡織這些 之前都升很多 是的 所以那個股值都是偏貴一些 所以你說 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說真的要看的話 就未必是一些 就是 我就沒有特別說 拒泥是舊經濟 就是新經濟 但是 可以看一看就是399 反而我覺得 中閘安瑞科 可能有少少看頭 你看到我都升了上去 其實它本身做業務兩販 一個就是 液化天然氣的那些罐 就是輸送那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 其實就是做一些輕能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 其實現在說 即使你說電動車 開始 又不可以說叫out day 其實都面臨著一個競爭 只能這麼說 就是韓國、日本、美國 其實已經有一些輕能的車 可能會推翻整個電動車的行業生態 但是當然很新興 未去到這麼誇張 但是大家會在看一個產業上面 有機會這樣去發揮 還有它的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極度異然 所以那個實質的使用上面 有多大呢 暫時不知道 但是399本身 剛才所說 其中一份就是很舊的東西 就是液化天然氣的運輸 但是其實它另外一份 就是做一些輕能的運輸 就是剛才我所說到 因為它那個輕能這麼易言 對於它運輸的那些罐 或者那個安全上面 其實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製造 或者特殊的設備去做 那399如果真的在港股市場上面 即美股當然有這些概念 但是港股上面叫做 碰到這些輕能的東西 其實就相對來說 選擇比較少 我覺得比較靜路一點點 或者大家都配合股價的走勢等等 那399我覺得反而可以看一看 尤其是說 大家現在看著那個所謂新能源那個 我想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聯想起 就是一些光復 風電、水電那些東西 但是其實輕能絕對有機會是成為 新能源裡面的其中一個冷門一些 或者黑馬一些的東西來的 那我想 399都有機會受惠 那昨天189都叫做 碰到這些小小的東西 其實你看回 星期一那天都已經是連續地碰到頂了 即是今天都曾經創了52週新高 是冬樂 是的 那我想都可能399會叫做 跟著有少少少的星星去炒這件事 那真是很短線的 你可以看看 好 很短線的 很重新的 很強調的 那謝謝Tony 多謝大家 那大家都可以LIKE我們這段影片 那還有呢 就是都可以訴我們KLN Code 那看一下 我們跟Usmile方面合作的開戶優惠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早上再見 拜拜